齐哥好 我们网上是经常能够在看到他 半年之内三刷沈阳 可见对于沈阳的情感 哎哟哟 好了齐哥你好 欢迎您来到沈阳来到和平来做客 今天呢这里是我们和平区的老北市 也是国家的四级景区 今天呢为了招待好您呢 我是特地的请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 他现在是这个全网最红最火 也是最听劝的刘柯斌局长 这是柯斌局长 柯斌局长 齐哥好 我们网上是经常能够在看到他 半年之内三刷沈阳 可见对于沈阳的情感 这一次呢我们把柯斌局长请来呢 也是陪您一起逛和平 品和平 我们梁山人民和沈阳的朋友们 同心和大 丹尔军丹 这个应该是沈阳市我们开创的第一个 我们叫二十四小时的书店 二十四小时 对 夜深人静的时候 看书的话机力会更好 有意境 对 对 对 看这个 这是风味铭店 叫泰莱 风味链 齐哥 这个是他家的主打 叫虎饼 我一般呢 就基本上一二三这三样 一百块钱左右 差不多吃得漂亮 但是我觉得一百块钱 得三个人到四个人 人均也就二十多块 大沈阳 沈阳 这沈阳站着我们第一次来沈阳的时候 我使过一首歌 当时下车评论区有很多网友 说都希望能改回到沈阳站着 结果在2024年春节之前 大家的愿望就成真了 成真了 今天晚上叫什么呢 带着齐哥夜游中山路 这条街的年味挺强 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事啊 后面叫什么呢 马路上灯火辉煌 隔平湾新春灯会 现在晚上九点十分 还很热闹 对 还很热闹 先看看九龙地 今年不是龙年吗 对啊 对 相当于讨个好彩头 好 我们今年沈阳春节的这个活动的主题呢 叫冬日雪暖阳 希望我们在外地工作的沈阳人 都能够回到家乡 感受我们家乡 新年新的这种气氛 然后也希望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到沈阳 感受我们沈阳家的这种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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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新年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